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11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經過早一陣子 老登就公佈了習近平的女兒 習明澤的Twitter帳號 他最初的1萬個Follow 現在升到8萬 習近平其實也有一個YouTube帳戶 叫seesmoment 跟他的女兒mymoment 我估計也是同一個人管理的就是他的女兒 原來他已經開了很多年了 現在最新的換了妝 由他的女兒去負責 名字都改了 但是那個只要是英文 就出了一些習近平官方的一些post 實際上沒有什麼私人東西 沒有什麼可以探索的價值 反而 習明澤本身就是自己玩Twitter 所以從他的post來講 你可以看得出 這是現在習近平的 表面上 帳面上的唯一的女兒 蔣尚明珠 他的心態 他的想法 其實 如果你認真看 你會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他 得到他爸爸的真傳 什麼叫做真傳呢 就是小學 他爸爸 當時就因為環境所迫 沒有書讀 因為習仲勳在1962年就已經倒台了 當時因為劉志丹這個小說反黨這件事 被老母借的衣服打倒了 他已經是一個失勢的人 在1962年 習近平九歲 面對 家道中落 等於大時代裏面的方展薄 本來住開大屋 現在還是不要著 Processing 像auer何央 bible 像auer 駕駛坐 chase 駕駛坐坐坐 他的成長過程是一個很大的挫折 甚至是張國 strength 習近平的女兒 legende 扭曲 其女兒是一樣 同時的 estátail 但是他扭曲 就跷於中共那種洗魂教育 你可以看到那個另一位人去美國 讀orable einbrush 發發出來 竟然 還是小學生水平 這個是很值得全世界的人去研究的課題 因為 人家說知識改變命運 而習近平的女兒 他在美國基本上 學不學到美國的知識呢 我認為學不到 而且 還是抱著 中國那套錯誤的 理論以及錯誤的觀念 現在坊間越來越多人去研究習近平的女兒裏面的想法 他的post 從他的post 去了解一下 究竟他們是 什麼心態 他們的那個 思維 方式 是怎樣的呢 思維方式簡單來說就是五毛 簡單來說就是紅衛兵 但是他們更加有些好像國內小粉紅那些 好像井底之蛙那樣 很多事情他們的理解 是錯誤的 對於全世界的認知 你會覺得 竟然有人會有這樣的認知 很好笑 不過 我們認為 還是有一個 去探討的價值 被人發現了他是習近平的女兒 因為他出了一張照片 跟習近平合照 習近平 好罕有露出一個 持父般的笑容 所以另外外界認為這個一定是習明澤 因為沒有人會有這張照片 當然有很多 反對派意見者 批評習明澤 即時被他拉黑了 即是被他鎖了 當然這件事實際上 是無助於探討的 因為 我們現在可以 做的事就不是去罵他 因為罵他沒有意思 他幫你 有甚麼用呢 就算 我覺得 現在 有人可以去罵 但是越多人罵 越是會刺激到 他的思維很極端 好像玩Facebook一樣 Twitter的功效 其實跟Donald Trump 玩Twitter沒有分別 任何人接觸到Twitter的時候 沒有人會接受到批評 大部分人也接受不到批評 尤其是他認為他自己適合 你們當然是反華勢力 亡我之心不死 一些 大路黨 或者 美帝走舊等等 在他心目中 你們的存在 根本就是沒有必要的 他如果可以的話 他會派人殺死你們 當然啦 殺不了你們了 就把你們封鎖了 而且對他的那種思維 或是對他的那種情緒 會有很大的波動 甚至乎 會影響習近平的情緒 大家記得 為甚麼香港會弄成這樣 會崩潰呢 就是因為一本書 叫做《習近平的女人們》 當年的香港有一家銅鑼灣書店 出了一本書 就是講習近平的女人 其中一個很出名叫做夢說 這本書令到習近平大怒關火 他決定要綁架這些人 要好好懲戒 結果衍生出反送中 衍生出送中條例 因為香港的 狗官揣摩上意認為 不如我們 立法例以後可以 名正言順 在香港拘捕人 不用偷偷摸摸 不用派特工 像蕭建華一樣 像銅鑼灣書店那幾個 李波 不用在香港綁架的麻煩 直接說你犯法 就可以把你捉回大陸 結果引起香港的反送中 一石擊起千蟲狼 將以往所有對香港的不滿 一次過發洩出來 習近平為了壓制這件事 不惜把香港捏死 現在的香港 是沒有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沒有了所有獨特性 變回大陸的城市 毀滅了香港之後 中國也 迎來了教訓 中國的經濟已經崩潰 而我們其實想探討的是甚麼 想探討的是人 情緒 當他受到那一刻的衝擊的時候 他會做很多不理智的事 習近平 就是 做了一些很不理智的事 決定毀滅香港 又或者他那一刻 不認為這個動作會毀滅香港 他認為是更加有效管理 結果 客觀效果就是將香港毀滅了 將香港會為中國 生下大量金蛋的我 徹底殺死 這些叫殺雞取倫 殺我取倫 好了 研究習明澤也一樣 因為我覺得 其實你在罵他 實際上 一點幫助都沒有 你罵完他之後 他就幫了你 甚至乎 可能會刺激到他的情緒 使得他們做出更加極端的事 大家記不記得有個牛騰宇的年輕人 他 就是因為當時 暴露了習明澤的個人信息 結果就被 陽光市 廣東省的時候被那裏的政府捉了 拳打腳踢 不斷折磨 還判了重判18年 而且不是一大堆人被人 重判了十幾年 這個 這個也可以令到大陸很多人即時受害 不是說要買獨裁者怕 而是 你做一件事 實際上你未必影響到 結果是更加好 而是令到一大堆人 陷入 甚至乎 受到不必要的 災難 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做的是探討一下 他 整個人的思路 那種思維 那個眼界 當然 看完他很多的帖子 你會覺得 你會發覺 任何人去到美國 或者接受過西方教育之後 會開了眼界 開了眼界之餘 那個想法可能會 進步一點 原來不是的 不單止沒有進步 我們會看到 其實跟很多去外國讀書的小粉紅 一模一樣 他們的圈子 尤其是最重要是他們的圈子 全部都是微博 央視 還有一些大陸的討論區 現在的 很流行的小紅書 TikTok 他們的思維 全部都是 Facebook裏面的同溫層 他們的同溫層就是覺得美國是壞的 美國不碰 美國就快要抹落了 我們東升西港的贏 正如沈大師 經常說美國會破產 中國會好 然後 人民幣會取代美元 統治世界 中國大陸恩恩向榮 經濟很好 很多人都覺得 你們經常都唱之爆 哪裏有爆 現在經濟就好 每年都有5%增長 即是你會看到 他們的同溫層跟我們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面對的世界是不同的 他們看的東西是很好的 每一種東西都欣欣向榮 中國不單止沒有壞 還有大把運行你們就壞了 美國到處都是喪屍 人們又窮 又沒有錢 美國 有一半的人是面對喵餓 然後很好笑 同一個post就說美國的肥胖問題很嚴重 為什麼有一半的人喵餓 而美國的肥胖問題普遍存在嚴重呢 你們會不會覺得自己很自相矛盾呢 你只看到這些東西 你覺得很好笑 美國人很窮 但是美國人有肥胖問題 究竟 沒有得吃會令到肥胖呢 還是 因為肥胖而沒有得吃呢 這個很好笑 我們看到最近他們不斷的炒作 習明澤的那個post 在說 在吹捧新疆的海產 尤其是是龐蟹 他也不敢說樽紅魚 因為我相信他自己也不敢吃樽紅魚 一來樽紅魚不好吃 他在說那些蟹就是很肥美 那些蟹膏也爆高 今年中秋大家吃吃新疆的大龐蟹 然後真愛生命就遠離日本核食 實際上 這些跟一般的小粉紅是沒有分別的 有時候很多人都會以為領導人一定是有差不多的眼界 其實不是的 他可能比你更蠢 香港你只看有幾個有錢人 例如湯文亮 你就知道 有錢是因為幸運 不是因為他很聰明 你只看到 他那個指商 部分的富豪的指商 其實是很低很低的 他們只是 幸運的 他們只是一條幸運的掩飾體 習明澤當然不僅是這個 他們評論世界大事 評論台灣 評論美國 基本上 完完全全 是基於一些錯誤的事實 作出分析 而且 他們分析得像是頭頭是道那樣 這些才是好笑 你會覺得美國讀完哈佛的人 當然不是有個腦會開花的 沒有開花 不僅是沒有開花 他還會有自己的一套出來 完全是反人類 完全是跟這個世界的正軌 背道而馳 所以 看習 明澤這個Twitter 我覺得 也是另類的一個享受 看到這個世界有那麼蠢的人 但是你會替 生活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國家的人 你會替他們很難過 最終我們都在研究到 其實可能跟遺傳有關 因為習近平遺傳了習仲勳的精神病 習仲勳因為當時62年被人鬥的時候 其實被人嘔打 大家知道 失勢了的幹部一定被人嘔打 拳打 腳踢打 打到瘋了 就像當年的毛岸青一樣 毛岸青在上海的時候被民國警察抓了也是打拳打 其實也打到瘋了 到時 當中共 執政之後 他仍然是瘋了 習仲勳也一樣 習仲勳也一樣 六二年就被人打倒了 之後就打到瘋了精神病 虐待了精神病之後 即使好了也還是有問題 習近平其實應該遺傳了他老爸的精神病 現在開始據說有一點老人癡呆症 也有 甚至乎 本身是精神病一種 精神病很多時候喜歡疑神疑鬼 有被迫害妄想症 每個人都覺得人要殺他 甚至乎出現幻光 我覺得習近平可能有 那麼他的女兒會不會遺傳到這件事呢 我認為不多不少也遺傳了 但是最起碼 他遺傳了他的真傳 就是 無論他去到哈佛讀到甚麼學歷 他仍然還是小學生水平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謝謝 拜拜